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只是Y是这样子 F也是这样子 那这个时候它的积分 假如说现在我们并不是一个simply connected domain 而是一个annual loss D 那么这个时候呢 假设你这边有一个路径 C 在这里面呢 你有一些地方是不可解析的 包括Z0在内 那么假设这里面有个simply pole 假设有个 这是annual loss annual loss里面有个simply pole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发觉一件事情 我们FZ呢 DZ呢 C simply pole Z0 假设包含这一点 那么这个时候你的积分会变成什么 大家记不记得会变成什么 2πi 对 2πi FZ FZ 在Z等于Z0这一点的 resitude 对不对 假设这种mth order pole呢 这是include mth order pole Z0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我已经忘掉那个公司了 大家查一下 你马上就可以发觉 其实大家都一样 OK 只不过说 这个地方的写法不一样 比如说simply pole呢 我把这个写到隔壁去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的resitude 会等于什么 dependent on你的形式 对不对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怎么样 把那个pole称掉 Z减到Z0 乘上FZ 之后把limit Z逼进入到Z0 这是第一个做法 第二个做法 假设FZ可以写成P over Q 这两种形式 那么它就可以写成什么 P的 上面的分子的部分呢 带Z0 分母的部分呢 先微分 之后再带Z0 这样就可以了 对不对 这个没有问题 好 然后再来 假设是一个 M Older Pose 那这个时候 residue 会等于什么 会等于什么东西 它就可以写成为 M 减掉E的阶层 limit Z 区近一道Z0 乘上D M 减一次方 D Z M 减一次的 微分 对什么微分呢 Z 减到Z0的 M 次方 乘上FZ 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假设里面有很多 Pose OK 假设C呢 include M Pose 那么它会变成什么东西 2πi 乘上 你有几个就把它加起来 假设有I一个 Z等于1到 K好了 K个Pose 跟课本比较一样 这里面呢 Residue Z呢 等于 Z I Z Z Z 的FZ 你就把 每一个 Pose的结果 统统把它夹起来 就对了 对不对 讲到这个地方 全部都只是讲到负变 那我们上次有讲到 实际上的 应用在什么 RealIntegral上面 我们怎么用 这是我们上次有讲的 假设 假设第一个Type1 假设我们有个积分呢 F呢 本身 是有cos θ 或者是sin θ 然后你对θ的积分 比如说从0g到2π 假设是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做个变换 把它从θ的空间 转换到 Z空间 OK 我们这样转换过去 怎么转换呢 也就是cos呢 我们就可以写成怎么样 2分之1 Exponential i theta 减掉Exponential 负i theta 然后这个时候Z呢 我们就把它看成为 Exponential i theta 那么这个地方就会变成 2分之1 Z减掉Z分之1 Sin theta呢 你就带另外一个 2R1分之1 Exponential 抱歉 这边是加的 R1 theta 减掉Exponential 负R1 theta 这边就变成 2R1分之1 Z减掉Z分之1 同时呢 从这个地方可以知道 底θ 就可以进步到 DZ除以IZ 那我们的上下线呢 积分的0到2π的上下线 进步到 Z等于1的 Unit Circle的积分 这样就好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积出来了 OK 这个是很基本的一个概念 我们上次有讲到Type 2 这是Type 1 Type 2是说 假设 你现在的积分呢 是用中瓜虎吗 Type 2 副虎道到正无虎道的Fx Dx 其中Fx是什么 Real Function OK 那这次我们怎么办 上次我们有没有讲这个 这个还没有讲嘛 对不对 还没有讲 今天才有讲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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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呢 对这个的积分呢 我们想看 我们要怎么做 因为Fz 假设是很好积 我们那一下就把它积出来 假设很难积 很难积 那就面临一个麻烦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这种积分 起码你可以这样子写 写成 比如说从A积到0 0的这一点 其中某一点 Dx 然后你将A啊 去均匀到负无虎大 再加上另外一个 从0呢 积到A 积到B好了 然后你将B啊 也把它去均匀到正无虎大 这样子也可以嘛 对不对 这是一般积分 最简单的一个概念 或者 你喜欢啊 把它写成怎么样 Limit 啊 去均匀无虎大 这样子也可以 这样子也可以 但是假设我们真正要 按照下面这简单的方法 做下来 我们要几个限制 待会我们可以看得到 第一个 限制哦 fx is a real rational function 这当然啊 我们本来就是 记这个real rational function嘛 这边也是一样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denominator 绝对不可以等于零 也就是说 这个函数本身的分母的地方 记住 分母的地方 绝对不可以有等于零的地方 for all real x 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 你说fx呢 假设有七点 七点绝对不可以在 十数轴上面 写中文 你说我们在做十数耶 怎么会搞出这个东西出来 不过你想看 假设我有个函数 z加 z平方加1 你告诉我 什么时候分母会等于零 当z等于什么 正负i的时候 right 你说我不是在做十数吗 x吗 没有错 但是他自己告诉你 假设他要等于零 绝对不在十数轴上 这个时候可以用 假设你是 x减1 x加1 哇那就麻烦了 x等于负1耶 他会发散耶 他是不是在十数轴上面 是 你就不能够使用 第三个条件 分母的次方 一定要比分子的次方向 多两件 比如分母 比如分子是三次方 分母起码要五次方以上 OK 才可以 有分母的次方向 一定要比分子多两件 这个更待会儿的证明 会有原因的 会有道理的 好 我们今天 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个东西 OK 假设要处理这个东西 我们必须要先做一件事情 假设从这个眼光来看 下面的这个眼光来看 我们只是一个有限的积分 只是你把这个boundary 扩展到无穷的 所以将来我们可不可以 做一件事情 做什么事情呢 假设我们把它转到眼光 转到负变 这是xy 那我们这个积分呢 只是在十数轴上面的积分 所以假设呢 我从这个地方 负啊 积一直积一直积到正啊 比如说我这样积过来 对不对 就相当于这边这个积分 然后我再把它绕一圈块 上面叫做s 所以我可以形成一个路径 一个半圆形的路径 假如说我将这个fx 转成为fz 只要它在这里面的 在线上 在外围的线上 是可解析的 里面包含的有限的起点 那我是不是这整个积分 就是遵守 这个 对不对 遵守这个 那就很简单了嘛 那我就可以有一个路径 从头到尾 所以假设我们有个路径 叫做c 这个路径一定是包含怎么样 从负r到达正r的路径 再加上s的路径 对不对 我一定可以这样子做 那我今天可不可以先这样子做 等于 等于什么东西 等于这两个路径嘛 第一个 负r到正r 第二个 沿着s路径 对不对 但是呢 事实上我是想要模拟这个 这个前面有个limit 趋劲无穷打 所以我相当于 我可不可以把这整个东西 limit的 让它趋劲无穷打 所以我把这个往后再推一下 只要我这个fz呢 在这个地方可以解析的范围呢 在十轴上可以延伸到无穷远 外面这个圈圈也可以无穷远的地方绕回来 OK 一样是可以的 那么假设可以是这样子 右端呢 根据这个地方 它可以写成这个 对不对 右端这边就可以写 submission 2πi submission z等于1 到k 然后这边是什么 residule fz的residule z等于zj 我可以写成这个样 这是左手边 所以相当于这个c呢 是g怎么样 上半部 因为limit的artigen无穷打 所以这个c啊 好 我们这边sum呢 也是这样的意思 那sum呢 常常我们不会这样子写 我们会把在这边啊 特别标明 这个叫做什么 sum over all pulse in the upper half plan 它会在 上半 平面 上面所有的point 你通常要把它加起来 所以相当于 左边是这个式子 等于 右边这两个箱架 右边那两个箱架 把它展开来呢 第一项 就是我们要的解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整理一下 第一项 就是我们要的解 你可以把它写成为 负无穷大到真无穷大 fz dz 可以写成为 这个 就是它 limit r去近无穷大的 大 大 第一个 它就是它 那它会等于什么 左边这个 减掉那个几分 它会等于 2πi sum over residule fz z vz over 上半平面 我就 画一条线 箭头往上 叫做上半平面 然后呢 再减掉 en zs的 这个 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个算出来 后面这个算出来 那我们的这个解就 就得到了 后面计算结果告诉你 吻合这个条件的话 后面那个几分是等于零的 OK 所以我先把结果 好 我们先继续算下去 那我们要看看后面那个会变成什么东西 好 我们想知道一件事情 等于多少 这是我们想要知道 好 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件事情 在这里面呢 我们什么叫做z 我们先讲看 z假设我把它写成为r explanetialic 可以吗 对不对 这只是z的一个极坐标的表示式而已 那么 假设 我们的一开始还没有apply 在这个limit之前呢 我们是从负r到正r 所以说这个s的外围 这个半径啊 这条s的线呢 我也把它取成为半远 让s呢 上半远 上半远 那半远的意思就是 它的半径是固定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个r呢 是constant 所以你只有什么东西在变化 θ在变化 所以我们s呢 的积分呢 所以s从哪边到哪边 根据我们s是这样 它是不是从0到达pi 对不对 这是s的范围 好 那我们来看看 fz有什么特色 fz呢 现在有个要求 很奇怪的要求 它说它分母的 的这个次方数啊 一定要比分子大两倍 大个二 所以假设 假设 我们有一个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 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啊 看成因为我们的fz呢 一定要是可解析的函数 在这条线上 一定要可以解析 那么就代表一件事情 它不会发散 不会发散 就代表这个fz一定有个极大值 极大值 我们要选择什么形态的极大值 你可以假设它等于k也可以啊 假设它等于m也可以啊 随便 反正它就是一定有个 比你极大值还要大的值 就叫做比你大的值 那我们现在把它设定为 它的最大 比它最大还要再大的数值 是k除以z平方 意思是什么 这个fz呢 到了无穷远处的时候呢 它的强度其实是下降 它的重要性是下降 那么假设因为你呢 因为你分母的接 的次方数比分子多 就像z平方分之一 或z的五次方分之z的平方 z加一的平方 那你可以发觉 随着z的增加 它整个数值会渐渐的减少 所以当你增加到很远很远的时候啊 你的强度减少的时候呢 你要找到个比你大的数值的强度 也要跟着减少 所以我们就把一个很大的数字 叫做k 什么数值不知道 反正就是有个数就对了 这一定存在的 除以z的平方 那当然啦 根据这边z的平方 就等于r平方 k 对不对 好 那根据呢 ml inequality 的不等式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假设有个积分 线积分 它的数值啊 一定要小于什么呀 这个函数本身最大的数值 还要再大的数值 我们叫做这个 在乘上s的路径 它现在路径是什么 一半嘛 周长本来是2πr 你看一半只有πr 就是在乘上s的路径 πr 那你可以把它消掉消掉 是不是变成r分之kπ 那我们现在重要的是 我们要来evaluate 这个limitr趋劲无穷大的状态 所以呢 whenr趋劲无穷大 因为k是一个很大的数值 你给定之后就给定了 π本来就是常数 所以r趋劲无穷大 已经是下面这趋劲无穷大 你告诉我 这整体是不是趋劲于0 就代表一件事情 我们这个积分呢 要等于0 当什么时候 这个时候要等于0 所以回到这上面来 他告诉我们 他要等于0 所以很好玩的是 这个时候 假设吻合这个条件 我们这个时候的积分 上面这个积分 就可以写在这个地方 这样就好了 所以呢 得到结果竟然跟 跟这个差不多 跟这个差不多 OK 但是形式上不一样 所以这样一来呢 碰到这种式子 你就可以做 你就可以很简单的 把它计算下 我们看一体example 这个example啊 课本都选得非常的棒 因为它很简单 但是你却发觉 它不太好做 好 请问一下 它的积分数值 等于多少 你发觉并不是很好做 对不对 并不是很好做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简单 我们将一个函数 叫fz定义好 e加x的 z的四次方分之一 就你一看 分子的部分 z是四次方 分母的地方 分子的地方 z是零次方 四次方永远 大于零次方 大超过四 所以比他讲的 要超过二 还要多 所以绝对 吻合这个要求 对不对 这是一定的 而且它的起一点 有没有在 十数轴上面 没有 它起一点都不在 十数轴上面 那我们就发觉 fz啊 has 四 pals 还有四个 simple pals 四 simple pals 有什么地方呢 z1 可以点 exponential i的 四分之 pi 你看一下 z要是点 exponential i的 四分之 pi 它的四次方 是变成 exponential exponentiali pi是等于什么东西 的四次方 exponentiali pi exponentiali pi是等于cosi pi 再加上i sai pi sai pi永远等于0 cosi pi永远等于1 它是1 cosi pi是负义 好 终于进过来一点 好 cosi pi是负义 对不对 好 那cosi pi是负义 但也果真等于0 那因为它是四次方 cosi呢 不管是正拍 复拍 通通都等于负义 所以除此之外 它还有什么东西 我们有这四个po 我们知道这个的积分 从0 积到无穷大 我可不可以把它看作为 因为它是偶函数嘛 可不可以把它写成为 二分之一的 负义穷大 积到无穷大 可以吗 对不对 后面的这个积分 好 二分之一先乘 Dz 1加上 Z的四次方 会变成什么 二分之一 乘上 2pi 根据这边 summation Fz的residule Z等于Z Z Z字等于sum over over all paws in the upper half plan 要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要上的 只是在上半部 的po 你告诉我 这四个po 哪两个po 是在上半部 Z1跟Z2 对不对 只有这两组 位于 上平面 所以我们只要 针对这两个点 就好了 所以答案等于什么 二跟二消掉了 就等于 pi i 乘上 residule Z 等于 exponential i 四分之pi 的Fz 再加上 residule Z等于 exponential i 四分之三 Z 到Fz 只要把这两个流数 算出来就好了 这流数好不好算 非常容易算嘛 对不对 你可以运用我们 作为 这边 这边 这个算法比较快 分子的地方 把Z0带进去 分母的地方 先微分 微分分之后 再把Z0带进去 分子的地方 1 你带 带什么都是1 所以是1 分母的地方 微分 1加上 Z的四四方 微分 是不是变成 4Z 三四方 所以是不是4Z 三四方 用这个带进来 exponential i 分之四 pi 的 三四方 再加上 第二个 分母还是1 因为带Z0 还是1 分子 那是4Z 分之三四方 Z就变成 exponential i 四分之三 pi 的 三四方 算完了 答案等于多少 二分之 更好2pi 立刻就算出来 你就不必很麻烦了 我相信 写另外一个积分 大家一定都很厉害 这个你一定会积吧 对不对 对 微积分已经教过 就用三角函数解 就把它解完了 非常简单 你也用负变算算看 跟两个答案一不一样 OK 就好了 Right 所以看起来负变 还是很好用 对吧 好 所以我们学到了type 2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进入type 3 好 现在呢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 我们前面讲是有个方程 方程式的有个函数呢 它是由cos跟sin组合而成 这叫type 1 第二个呢 它就是只是一个real的rational function rational 有理函数 rational function OK 那么假设你有这两个的集合呢 这两个的集合呢 它一个rational function 再乘上一个f跟cos的 function 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做 我把这个地方 擦掉 好不好 我这个地方擦掉 这边可以的 type 3 假设有个积分是这样 或者是有个积分是这样 OK 那你怎么记 前面f of x 是个real rational function 后面呢 纯粹只是sin跟cos 那这个时候我们眼光啊 可以转到一个地方去 同样呢 我一样要有这个同样的要求 1 2 3的要求 我全部都需要 对谁有1 2 3的要求 f of x 它一样要有那三个要求 只是我后面多乘一个东西而已 那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 最简单的办法是 我们知道 当我们要解这个的时候 最后面变成我们来解谁 来解这个的积分 这个路径的积分 对不对 只是它外围的积分等于0 就变成里面 所以再取limit的取景无穷大就好了 那我们现在这个积分呢 也是一样的做法 只不过我现在这个积分呢 我要把它写成f z 乘上什么 exponential is z 的d z 其实我其中的s呢 必须要是正的 而且是real的 OK 它一定要是这样 那我就这样子来看待它 这样子的解 那就非常简单嘛 根据前面那个式子 它就告诉我 它就是2πi 乘上summation sum over上半部的pore 对不对 那后面就是residual of fz z 等于z 不是fz而已 因为层面residual 是指整个函数 所以你要乘上 exponential is 这样就好 因为这样比较好算 exponential的比较好算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就知道exponential 实数部分有cos 虚数部分有3 假设你这样做完之后 相当于说 他要等于他 我要怎么做 我把这个做一下 我把它写成为 fz 对不对 我本来是希望 把它写成为 fz exponential is dz 弄错了 这样子好吧 fz写在这边 里面呢 是这个东西嘛 exponential is z 然后对dz积分 我本来是要做这件事情 但问题是 这边只有cos 所以我只要取实数部分就好了 real part re就代表实数部分 ok 实数部分的 这样就好了嘛 对不对 那你不要忘了 这个也是实数 ok 这个也是实数 所以实数 我看看 对 那我最后面呢 我希望能够 先不管它 做完之后再取实数就好 ok 我希望能够这么简单的一个做法 这样子就好 但是呢 在这个转换当中呢 各位会发现呢 它会有正负号上面的差别 这个呢 到时候你们自己算算看就知道 它会怎么样 这个本来是它嘛 我能不能慢慢把它进化过去 最后呢 我可以把它写成为 负的 二拍 记住哦 我负的写在这边 为什么是负的二拍 请你回家执行一下 上面的计算 Summation Residual FZ RZ 等于ZJ 我SUM呢 所有上半部的Pol 但现在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我只取它的什么 Imaginary Part 我只取它的Imaginary Part 不再是实数的Part 我要通通通蓝色了 记住一个实数的积分 实数函数的积分 积到最后面就是变成实数 但是假设根据我们这边这样拿下来 我们不是二拍i乘上个什么东西吗 i是什么 i是什么 i本身是叙数 所以我们要做一点变换 所以这个部分呢 由你们啊 由你们来计算 这一步到这一步 请你直直细细的把它算完 这是Homework 同样的 下面 假设是Sine的SX DX 你就可以写成为正的 二拍 SUM 所有上半部的Pol 取十部 谁的十部 后面 抱歉 这边是要取这两个 的流速 取后面的 请你这两个 推导过程当中 通通都是Homework OK 你只要推导一次 你就不会忘掉了 OK 你要忘掉都很难 所以现在我们公司呢 我想把一些东西 擦掉 那我们就可以继续介绍下来 谢谢 谢谢